兄弟们今天我们来更新一期非常有意思的视频 名字叫做皮肤全拥有系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目前人员叼克的号的话皮肤还没有弄全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今天咱们要整的第七 而这一期呢我们选择哪个角色来进行一个皮肤全拥有系列呢 没错咱们皮肤全拥有系列的第七 选中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游侠啦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们喜欢游侠这个角色啦 喜欢的来一波666吧 好的今天第一个皮肤就是我们中华戏剧穿去的变脸皮肤了 这个皮肤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那接下来作为一个皮肤收藏家的话 嘿嘿咱们直接把它拉下 我们中华戏剧穿去的变脸皮肤不就有了吗 第二个未曾拥有的皮肤就是我们特点系列的夜银啦 从外表上来看这皮肤还是有一点酷的哈 不然的话也不需要十五坤咪咪才能解锁是吧 那对于雕过来说的话哈 作为一个皮肤收藏家 那可必须肯定的拿下它叻 你看这不就轻松的拿捏下来 哎我们的夜银就有了吗 你有病 第三个未曾拥有的皮肤 哎这就比较简单啦 是我们的鲁道夫 只需要五千蓝币就可以解锁皮肤啦 首先啦从那个外表上来看 还可以哈 那咱们就会把不多说哈 直接发五千蓝币把它给解锁了 不就可以了吗 一个是绝 哎不错不错 第四个未曾拥有的皮肤 就是我们的松鼠党啦 也只需要五千蓝币就可以解锁啦 至于从外表上看那个皮肤的话 还是有一点符合它那个松鼠党的区别啊 但是还是很好看的 那接下来哎呀没有蓝币啦 咱们呢这边也不要和两无客气 直接秒拥有两万蓝币 哎这不就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解锁了问题吗 然后毫不可惜你发五千蓝币 拿下我们的松鼠党那个皮肤 最后啦经过我们艰难 且也非常容易的 获得了游侠的那几个皮肤之后呢 哎兄弟们 我现在游侠的皮肤已经集满了哈 所有的都拥有了 那么拥有所有皮肤之后呢 那肯定有好看的 有不好看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评判一下哈 哪些皮肤好看 哪些皮肤不好看呢 nice 第二个这边觉得最好看的皮肤 就是我们雷霆派对的李光啦 主要是这个皮肤有一个代际特效啊 是非常炫酷的那种感觉 因此呢 把它评为最好看的皮肤 大家有没有啥意见呢 至于最高人的皮肤呢 肯定非我们七七光头的猎鹰莫属啦 因为你看它哈 说实话真是没有看我们几眼 就在那里背对着我们 说它最酷哈 小伙伴们 有没有啥意见呢 至于最可爱的肯定就是我们这个啾啾皮肤啦 从这个名字当中就能看出哈 它是非常可爱的小啾啾嘛 啾啾 非常可爱 而且非常呆猛 至于最后 我觉得它最壮的皮肤就是 这个欧摩素斯的杰柱 游侠啦 完全还原成这个像素疯了 根本看不清楚 它长得啥子样子 还有一个最壮的皮肤就是我们 立体主要你看它的脑袋 都分成两 把那个眼睛也是各在一边 嘿 所以说它俩应该算是最丑的吧 就不知道各位兄弟们 对于以上的评选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不同意见吗 欢迎收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